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座古香古色的桥 它像一条长龙横卧在田野间 这边的田里种了很多菜 贵州这个地方很暖和呀 冬天这个菜不落秧 照样是绿油油的 这座桥设计的很有美感 很艺术 大宫小宫,拱连拱 我开始以为这座桥是铁路桥 后来一问老乡才知道 它是一座饮水桥 小马萌萌的 挺好玩小马 听老乡说 这边的菜地都是靠这座饮水桥 饮水灌溉的 很富有美感 很有欣赏价值 仔细看才发现 它都是用石头砌成的 它是1970年修建 至今还在用 差不多是50年了 墓云那边有一个高溅水库 这座饮水桥就是属于高溅水库的 我用密度搞上了一下 这里居高溅水库大概是7公里 这座桥肯定到不了7公里 但是应该也有7公里 这座桥把高溅水库的水淹过来 这座桥肯定到水库的水库 这座桥水库就从这座桥流下来 流下来之后呢 对这边的田地进行灌溉 水流通过水渠流向每一块田 这算不算一座杰出的建筑呢 这里是饮水桥的顶部 它的顶部就是一条水渠 它不仅是一座漂亮的桥 它还是一座实用的桥 灌溉一方水土